進到模擬藏匿少女的四樓透天座 房內有一張上下鋪的床 但她的真實功用卻是樓梯 天花板上暗藏密室 爬上去就是少女被囚禁的夾層 來到密室入口 少女旁邊有個鯊魚娃娃 電風扇小冰箱通通有 再往裡面看 還有衛浴設備 而這樣精心布局的設計 拿來囚禁少女 彷彿電影翻版 地上暗藏密道 裡頭還關押人犯 電影情節搬上檯面 來到少女被囚禁的住宅制高點 上面凸了一截建築 如此特殊的格局 顯然別有用心 一般人是不會做這樣的設計 因為透天它上面的屋凸 建商不可能會幫你這樣做夾蓋 床來當樓梯 那可能就是要隱藏 他樓上有一個夾層的 羅姓男子過去性侵兩名少女 去年一月五萬交保 今年五月突然砸錢蓋密室 企圖要逃避坐牢 到了今年七月 果然背叛十年 卻騙得少女進來 似乎打算一起度過逃亡人生 他有加蓋違章建築 那我們這個違建 我們會請 立即請竹東正公所 以歸去查報 自知難逃行責 蓋密室沒人知道 想要人間蒸發 幸好少女被及時救出 否則有如電影不存在的房間 少女恐怕難見天日 記者台北新竹綜合報導 我一起來 我自己見到 你 去家